本期视频由EUPDF赞助播出 当你在Mac上双击一个PDF文件时 它会用系统自带的预览APP打开 完全不需要借助第三方的工具 就能获得非常不错的阅读体验 如果你只是用预览APP来查看PDF 那就太可惜了 它还有非常多处理PDF的小技巧 能帮你快速搞定各种操作 首先是PDF阅读 不少使用键盘鼠标的朋友 会用快捷键扛慢的加号来放大PDF 但是当它们想左右移动 查看放大后的更多内容时 就有点犯了难 使用光标托拽下面的环块进行查看 实在是不方便 其实只需要按下键盘上的Option加空格 光标会变成一只小手的样子 这个时候点击光标 就能在画面上随意的托拽了 预览还可以对PDF进行一些简单的修改 比如要更改它们的页面顺序 只需要对它们进行上下托拽就搞定了 当你需要某一页的PDF内容时 选中后将它拖到桌面上 就完成了提取 那同样的道理 如果把另外一个文件拖拽回去 其实就等于添加进来了 完成了PDF的合并 这个操作并不局限于PDF 就算是照片2也可以 需要注意的是 这个过程是全自动保存的 如果你不想改动原文件 就要提前备份 我们经常会收到一些需要签字的PDF文件 如果将它们打印签字后再扫描发给别人 那实在是有点麻烦 点击预览的工具栏就能创建一个自己的签名 你可以将触控板当作手写板 一笔一画地写上自己的名字 如果你对签名的笔记要求比较高 那么也可以在一张白纸上写好你的名字 最好写大一点 然后用摄像头记录下来 那么这个签名看起来就非常的自然了 不仅可以随意放置签名 还能放大缩小 添加签名后保存 就生成了一份带签名的PDF文件了 对于大部分人来说 MacOS自带的预览 就能满足他们对PDF文件的所有要求了 但如果你在网上搜索PDF软件 会发现一些专业的软件价格卖得非常贵 比如最出名的Adobe Acrobat Pro 国内售价1799元 而另外一款非常老牌的工具 福星PDF 仅仅是Mac平台这一款 每年就需要240块钱的订阅费 在Mac上还有一款人气非常高的PDF Expert 每年订阅费要518元 终身买断的费用要898元 所以到底是什么功能给的这些公司底气 能让他们开出这么高的价格呢 我总结了一下 相比市面上的免费PDF工具 他们付费的卖点主要是下面几条 一,PDF的编辑 二,PDF的OCR文本识别 三,PDF转Word转MPT等功能 如果你大量接触过PDF文件 对这些需求可能不陌生 接下来我将使用UPDF 对这些功能进行演示 作为专业软件 高性价比是它的一大卖点 Windows,MacOS,iOS,Android 全平台都能用 订阅费用一个月不到5块钱 大版本买断239元 还有10GB的云盘空间 首先演示的功能是PDF编辑 使用UPDF打开文件 点击编辑PDF的按钮 就进入了编辑状态 当光标移动到文本上时 会有虚线框的提示 点一下它们就能开始修改 你就像是在Word中编辑文稿一样 可以调整它们的字体,字号和颜色 对于拿不到原始文件 手头只有PDF文档的朋友来说 能直接在PDF上修改 真的是救命功能 但是这还不够 如果我们的PDF文件 不是用Word生成的 而是用照片转化的 或者是扫描出来的 那么你进入编辑模式后会发现 明明已经有文字在这了 却拿它没办法 根本没有可以修改的地方 这个特性不仅影响了修改 还会干扰你的阅读 那就是在搜索关键字时 一个结果都搜不出来 失去了搜索 那看PDF书籍 还没有翻实体书方面 针对这些需求 专业的PDF软件 开发了一套OCR文本识别的功能 比如在UPDF里面 点击右边的OCR识别图标 它会完整地扫描 PDF的每一个角落 把图片里的文字转换成文本 然后覆盖到原先的图片上 这样就生成了一份带有OCR识别的新PDF文件 在这个新文件里 你既能通过搜索关键字 找到想要的内容 也可以对它们进行编辑调整 现在我的调整看起来很自然 但并不是所有的PDF编辑软件 都可以在原先的版式上进行调整的 比如WPS的付费会员 虽然也可以对PDF进行OCR识别 但是转换后的PDF文件 只能进行关键字的搜索 却没有办法对它进行修改 需要注意的是 UPDF的OCR识别功能 只对Windows和苹果芯片的Mac开放 英特尔芯片的Mac 目前还没有办法使用 第三个专业功能 是PDF转Word 转PPT等 之所以有这样的需求 是因为PDF并不适合拍板 通过编辑功能 改几个字调整一下顺序 没有问题 但是要对整个版式 进行大范围的修改调整 那还是回到Office里操作比较方便 点击导出PDF 可以看见它支持非常多的格式 比如将PDF导成Word 那么在生存文档里 就基本保留了之前的所有格式和内容 还可以对它进行大范围的编辑和调整 除了这些专业功能之外 UPDF还有一些独具特色的功能值得分享 比如在阅读和批译时 除了传统的荧光笔和箭头 它还有很多制作精美的贴纸和图章 能让你在批译PDF的时候更加个性 对于需要分享的PDF文件 可以在它的软件里面直接发邮件 也可以复制链接后发给别人 就能在线查看你分享的内容了 如果你的PDF是由图片组成的文件比较大 那么在另存时选择压缩 就会有四个压缩标准供你选择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Mac系统自带的预览 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够用了 但如果你有更加专业的需求 比如PDF编辑 OCR识别 PDF转Word等等 就需要转移到专业的PDF软件上了 UPDF可以很好的完成任务 价格更加清明 即使不付费也可以使用它大部分的功能 只不过导出的时候会带份水印 如果你对UPDF感兴趣 欢迎点击评论区的专属优惠券 能让你用更实惠的价格买到它